很多的时候焦虑不一定是什么坏事 你不需要去排斥它 面对它最正确的态度就是 把它当作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背后的完整内容 需要你去追问 你需要问自己类似这样的问题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在担心什么呢 比如一个人在为几天后的上台演讲感到焦虑 这个时候他可以问自己 我这个焦虑情绪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担心口才不好失去重要的机会吗 是害怕别人挑战我的观点吗 还是怕紧张忘词显得没面子 当我们这样去问的时候会发现 答案本身就给出了行动方案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能做什么 比如你担心别人挑战你的观点 那么你就可以更全面的准备你的内容 如果你担心忘词 那么就多背几次或者做个预演 上一讲我们说了 焦虑是一种在潜在威胁面前 无能为力的状态 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并非无能为力 你发现只需要去做些什么 就能避免坏事的发生 焦虑是不是就减轻了呢 有的时候焦虑的敌人就是行动 其次你可能会发现 很多焦虑是有隐蔽性的 当事人可能会有莫名的压力 但不是很容易识别压力背后到底是什么 比如还是上台演讲的例子 有的人已经准备的很充分了 但是还是会不安 那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可以追问下去的 你会发现焦虑未必来自客观的威胁 而是来自某些更加个人化的原因 但不管怎样 我想请你先记住一点 觉得你的生活中焦虑情绪已经是一种常态 也不要把它们笼统的用焦虑两个字带过 你看啊 我很焦虑 这种话语可能会让你更焦虑 你原来还只是为某些事情在焦虑 而现在你在为自己的焦虑状态而焦虑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可以告诉自己 我在为什么什么而担心 我害怕什么什么会发生 你看一旦这个信息被这样翻译出来 本身就是一种对情绪的释放了 刚才我们说了 焦虑是一个信息 它出现的时候 你首先要把它给翻译出来 做到这一点不是太难 但有的时候这还不够 你还需要找出当你焦虑发生的时候 背后的那个想法是什么 有句话说 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但是对于一个人的焦虑来说 很多的时候 人是会反复的在走同一条路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好了 一个母亲最近总是双眉紧皱 说起孩子就是各种担忧 害怕孩子以后会不会成绩不好 会不会老师不喜欢他 会不会考不上好的学校 有一天 这个妈妈准备周末带孩子出去串门 但是孩子说自己肚子疼不想去 于是妈妈就同意了 但是当妈妈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这个孩子正在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雪糕 于是勃然大怒打了孩子 这样的事情可能不止一次的发生 不管是孩子不按时起床 还是不按时写作业 妈妈都会变得非常的敏感 很小的事情就可以把它引爆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这位妈妈就是为孩子的成长焦虑罢了 但是如果连妈妈自己 都觉得自己的反应有点过分了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去问 这种似乎有点过度的焦虑 是从哪来的 放到我们自己身上 就是当某一类焦虑 反复的出现的时候 我们需要多问自己一句 这类焦虑发生的时候 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心理学当中 有个疗法叫合理情绪疗法 也被叫做ABC疗法 就是字母的ABC A代表正在经历和发生的事情 B代表一个人的观念和想法 而C代表一个人的感受和行为 A和B加起来导致了C 也就是说 我们的经历加上我们的想法 导致了我们的感受和行为 我们是无法选择A的 如果想要C发生改变 唯一可能去改变的就是B 也就是观念和想法 我们再来看刚才安立中发动的妈妈 当我们问到她的想法的时候 她说 当她看到肚子疼的孩子 还在吃雪糕看电视的时候 她的想法是 孩子怎么会撒谎呢 她怎么能这么不诚实呢 她想到 自己的孩子长大 会不会是个骗子啊 她对自己这么没有自控力 以后会不会非常没有前途 这么越想越焦虑 越想越愤怒 现在我们能看出来 在这个妈妈的想法里 孩子所谓的撒谎行为 很容易就等同于 她长大后会变成一个骗子 会等同于她会没有自控力 而没有自控力 就等同于她会没有前途 正是这种想法 影响了这个妈妈的情绪 还有她的行为 我们很多人其实也一样 每个焦虑背后 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 是我们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的观点和评价 也是对未来的一种主观的推断 当你找到你的想法 就好像找到那个焦虑背后的黑手 这个想法经常以什么形式出现呢 它的剧情是这样的 如果怎么怎么 就怎么怎么 比如说 如果我的孩子性格不好 那么在外面就会不受欢迎 如果我这周没有搞定这件事 那么可能我就永远也拖延完不成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 应该去问问自己 我是怎么想的呢 眼前的事情哪些是客观发生的 哪些是我的观点和信念呢 而我的观点和信念一定是正确的吗 如果换一个想法 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 但我们都知道啊 你的观点和信念也不是突如其来的 它跟我们怎么习惯性的看待这个世界也有关系 因此当你发现自己有某种惯性的焦虑反应的时候 可以试着去找找焦虑的源头在哪里 在这里啊 有一个方法可以介绍给你 叫做书写情绪简历 你可以准备一支笔和一张纸 纸分左右两栏 试着去回忆 在你可以想到的过去时间段里面 有哪些人生大事发生 不需要罗列的特别多 就写几个可以算作人生转折点的事情 可能是开心的 也可能是难过的 但这件事情的发生 对你记忆深刻 而且会有情绪和认知上的影响 在纸的左边 就竖着写下这些事情是什么 你自己看得明白就可以了 然后在右边对应的地方 写上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比如外在有什么影响 而内在的情绪和认知上 又有什么影响 举个例子啊 有人可能会在左边写道 哪一年的高考 因为身体不舒服 没有发挥好 因此落榜了 对应的右边会写道 因此错失了进入好学校的机会 感觉人生不如意 开始自卑起来 也可能有人会在左侧写 某一年参加了一个业余歌唱比赛 获得了亚军 右边可能会写 因此更加的自信了 一下子打开了音乐方面的 个人发展道路 人也变得开朗起来 你看啊 每一件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 对我们的认知和感受 都是有影响的 只不过有些被强化了 有些被弱化了 而能够在你书写情绪简历的时候 回忆起来的 一定是被你强化的那些事情 这个做法 其实是一种简单的自我洞察的方式 它可以帮助你知道 你的观念和想法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再拿一开始焦虑的母亲来举例好了 这位母亲 在书写自己的情绪简历的时候 提到一件事 那就是自己早年 有一次答应别人一件事 但是没有做到 对方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他 就跟他绝交了 这可能也就是他 对于不守信这件事情 反映如此大的源头 当我们在写情绪简历的时候 不要光回忆那些挫败和不如意的经历 也要把正面的记忆也写下来 因为当一个人在焦虑严重的时候 能想到的事情 很多都是负面的挫败的 而去回忆正面的记忆 能让你更客观的观察到 每个人的状态都是流动的 它有好的也有坏的 你当下的状态 虽然让你不满意 但它并不代表你的全部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讲我们其实说了三个要点 首先焦虑是需要去翻译的信息 焦虑发生的时候 你要去问自己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在担心什么 而不是单纯的待在这种焦虑情绪里 其次呢 找到焦虑背后的那个想法 这里我们提到了ABC疗法 也就是通过反思你的观念和想法 来调节你的情绪 最后 如果你想找到 你的惯性的焦虑模式背后的源头 可以使用情绪简历法 来找到自己过去的经历 以及这个经历 对你的情绪和认知的影响 我们不需要像哲学家那样把生命参透了 但我们可以去了解 自己的焦虑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觉察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感谢您的感应